在中国,从古代就很重视食物的搭配,所谓合理的膳食平衡影响,就是把各种基本营养素在饮食中按照一定的比例合理的搭配,做到煮、炸、粮、配合、肉菜合理、干细搭配、多食大豆及新鲜果菜,以保证人体的需要。 食物按其成分可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菇类、酥类,主要是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B族维生素,是中国膳食的主要热能来源。 第二类是动物性食品,如肉、禽、蛋、鱼、乳等,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A和B族以及B1的脂肪酸。 第三类为大豆及其制品,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纤维素、矿物质和B族维生素。 第四类为蔬菜和水果,主要提供纤维素、矿物质、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第五类为纯热能食物,包括动植物、油脂、各种食用糖和酒类,主要是提供热能和必要的脂肪酸。 第三营养膳食的四大好处,一经常锻炼身体,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使心脏收缩和升高,心脏播出的增多。 心脏跳动赤所减少增大肺活量,增加肺和组织中的气体交换,促进二氧化氮的排出。 二,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升高血液中的高密度胆固醇含量。 这种物质能够清除血管中沉积的脂肪和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脑中风等作用。 延缓心血管系统的衰老三,可以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增强记忆力,提高机体反应的灵活性,使老年人保持充沛的精神,提高生理治理能力和工作效率。 是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功能,增强机体对寒冷、高温等不良环境因素的适应性,提高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 营养膳食应坚持的原则,一,吃真正的食物。 这一点说简单也简单,原因是市场上充斥着太多貌似食物的所谓现代食品,如鲜果、冰酸奶、早餐骨类调形饼干和非乳质奶油。 因此建议你吃真正的食物。 二,避开号称有益健康的加工食品。 这些食品通常被过分加工,所谓的有益健康的宣传往往不能尽信。 依人造黄油为例,它是首批号称有益健康的加工食品之一,结果却证明可能会诱发心脏病。 三,避开含有五种以上不熟悉成分的食品。 虽然这些成分未必有害,但是如果一种食品内含有这么多陌生的成分,足以证明这种食品被过分加工过,是尽量远离超市。 在新鲜菜市场里,你不会碰到高果糖、玉米、糖浆之类的加工食品,也不会碰到很久以前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食品。 新鲜菜市场里提供的是新鲜健康的食物。 五,吃贵点吃少点。 更好的食物,即更美味或者营养价值更高的食物,往往也会有更高的价格。 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往往需要精心的摘培,而且产量较少。 吃少点可能是最不受欢迎的建议,但它却是最充分的科学证明。 减少卡路里摄入能延缓衰老,少吃点有助于预防癌症。 历史上不少人都遵循饭吃八分饱的原则。 六,以吃蔬菜瓜果为主,多吃菜叶。 科学家对蔬菜为何能有益健康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他们都是同意,蔬菜对人体健康确实有益无憾。 此外,多吃蔬菜能够帮助你大大减少卡路里的摄入。 七,参考一些传统的饮食习惯。 实践证明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饮食习惯遵循传统食物文化规则的民主,普遍比遵循现代营养学的美国人更健康。 传统的饮食习惯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其中必然有一定的道理。 八,自己做饭。 如果可以的话,自己种一些瓜果蔬菜,这不单能帮助你远离快餐食品,能够帮助你远离隐藏在快餐食品背后的价值观。 食物是快捷廉价的,事实上,食物是珍贵的。 烹饪更是一门艺术,自己种植蔬菜能够让你在吃到这些食物之前已经限制到了身体上的锻炼。